我是在好声音,最后那一天,10月14号,忍痛,而且我的左腿,什么感受,我告诉你,像是那种hypothermia,就是在belowforty的那种冰雪,冷到觉得是麻的,不是觉得,就是麻的,好,我再告诉你,我们就跟他们说好了,因为我不要人家看到我拿拐杖,也不可能做轮椅, 我一定要坚强,所以我死都要站在那个舞台,是,我去了好声音,是把我的命都不要了,我的医生求我不要去,因为我这个乳癌是个ticking time bomb,understand,我也不管,因为好声音,我喜欢这个节目,我因为真的是爱这个节目,我觉得这些年轻人是充满希望,爱音乐,我们的共同语言就是爱音乐,我牺牲自己无所谓, 我没想到原来他们都是一对坏人,去整我,因为I told the truth,我说真相,这是事实,他们的赛子有问题,你们都让我去做,好,这个不公平,算了,我也把它吞下来,为什么,因为最后,我说了一句话,如果我赛子我不去,因为赛子不公平,其中一个要走, 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留言,让我有点失望,是的,我一命都不要,我去为了什么呢,不是为了我自己,我自己什么都没得到,我到现在那个contract,多少钱都不知道,我根本不在乎,我去了就是为了这个节目好,我在想了这些孩子,无辜,突然间没有一个妈妈,我去,我去帮,多少钱我不管,I don't care, 我不是为了钱,我是为了这个节目,为了这些孩子,好,我说不公道,我说这个赛子必须要改,因为这个是说不过去啊,他们三个导师,他们有六个,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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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,我是两个,我的必须要走,马上要走一个,就算他比人家高分,这六个人,可有机会再升级这个第五个位置,我说这个不公平了,这个说不过去,好,我给他一个建议,好,最低分的,因为是观众投票, 最低分的,自动淘汰,这个是最讲道理的,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,说不可以,赛子就是这样子,对不起,姚姚说的,姚姚跟我说,这个节目组就是这样做的,11年没有一个导师可以改变,可是我说这个是Bruce,这个规矩,赛子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,10天录影之前都说没有,不知道,不知道,没有,还不知道,赛子,过几天之后,赛子, 出来了,我说这个有问题,这个不行了,这个不对,我不说,全国都会看见,因为飞哥跟哲鹏,的确有人气,他们非常旺,大家都喜欢,所以怎么可能他们走,另外那六个比他们低分的,有机会可以继续争取这个第五个呢,这不叫不公平吗,那我说出来,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说出来吗,因为那一天,他们要动手,他们跟我说不客气,他们说,你第一次出来了,我说这个有问题,这个不行了,这个不对,我不说,全国都会看见,因为飞哥跟哲鹏,的确有人气,他们非常旺,大家都喜欢,所以怎么可能他们走,另外那六个比他们低分的,有机会可以继续争取这个第五个,这不叫不公平吗,那我说出来 我必须要离开这个舞台,你知道吗,这个你们肯定不知道,我现在去起立了,我告诉你,我的手术是10月17号去开刀,把这个乳癌拿掉,可是,我真的没有停过伤心,没有,为什么,我去好声音,为了他们,可是他们对我这么坏,最后一集,我看了, 我在香港,channel555,我看了,真的好像我没去过一样,我所有的努力,花的心思,一切都看不见,好像我没去,好像我随便,根本不用心,可是你知道我花多少的心思吗,我也因为这样子,我的身体把它拿垮了,我希望你们好好听主,也永远记得这一课,我牺牲, 他们自己,为了我的工作,为了,不是为了我的工作,是为了好声音,为了这一群学员,这些孩子喜欢音乐的,对音乐有希望的孩子们,不要命,我也要去帮忙,你懂吗,对不起,我跟一般的歌手不一样,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,我命都不要,我就是为了,大家好, 大家好,这个导演的左右手,应该说他两个最close的助理,开始说,你要马上离开,你再不走的话,我们叫保安来,这样子跟一个28年,从来没有听过,有一个人这样跟我说话,我在站起来,在说,没有,这个女人要动手了,要抓,因为我感觉到,她抓我的衣服, 因为我是挡住脸,我是眼睛是逼着的,我一直哭,她来抓我,把我要拉下来,OK,那去挡,你别碰她,好,好,我马上,睁开眼睛看到,那个画面,如果有人在拍,会看出来,好像,好像是,我们动手,我们没有,那只是在保护, 因为那个女的在动手,这个你们不知道吧,也相信没有人告诉你们,这个就是真相,第二次去录影的时候,这个是真相,我才会发这么大的脾气,好,那一天呢,开始播出之后,问题出了,为什么肥哥这样子是不公道,全国支持我,98%都支持我,好,我也不太说话, 隔天,他们必须要,鼻子要,再次要改,是因为全国,全中国都在说这个事情,OK,可是呢,他们给我一个,threaten me,威胁我,好,你要肥哥有机会可以,争取这个第五个位置,要在这个,回来这个舞台唱歌,你必须要写这个微博,必须,我知道他就没有机会,在这样子这个舞台上,回来再唱一次,这样威胁我, 因为我一直想着,他们改是应该的,全国人民都在说这个不公道,我们是中国人,我们知道什么是对和错,我们聪明的孩子,我们都理智的,我们的耳朵不是盲目的,这样威胁我,我当然是护着我的学员呢,为了他,我委屈,我觉得他们改是应该的,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微博,他们的错,为什么我要去补救,No, but,你们说服我,我必须要写,OK,好,我去写这个微博,他们的错,为什么我要去补救,No, but,你们说服我,我必须要写,OK,好,我去写这个微博,他们的错,为什么我要去补救,No, but,你们说服我,我必须要写,OK, 所以飞哥有机会,在这个舞台上,再一次发挥,让大家看到他多么的厉害,多么的值得留在这个舞台,我委屈了,我把这个吞下去了,我很委屈的是把他post了,10月14号,好幸运的最后一天录影,我们之前11号已经采盘了,我也跟哲鸿说了,我的腿不太好,受伤,你一定要站在我的旁边,你出来的时候一定要站在我旁边, 因为我自己撑不了这么久,因为我不要拐掌,我也不要轮影,已经说好了,我们也把这个X光也给了导演主义,给了导演,他们都说答应没问题,真正的录影的时候,你知道吗,他们把哲鸿Q走了,走到另外一边,不站在我的旁边,我站不完,我没有办法撑,我穿着七寸高的鞋子, 为了漂亮,为了这个节目好看,自己花钱去买衣服,最漂亮的衣服,好吗,runway,runway show,为了都是这个节目,他把哲鸿Q走了,我站不住,我一段,好,我去站那一段,我的站不稳,好,最后把他Q走了,我站不住,我站得不行, 你们那天只是回顾了,电视台,有人想到我的感受吗,28年做一个歌手,站在台上被人侮辱,这个叫侮辱,被欺负,有人在乎这个感受吗,怎么可以让我这样子吃亏,我的妈呀,这个叫什么东西来的,好像上天逼我, 因为我最会能熬,我最爱我是最拼的,我拼,命都不要我拼,为了别人不是为自己,好,现在上天逼我,我不能了,我现在连跳舞都不可以,跳舞是为了我最快乐的,我不可以,好,你们现在知道我的故事了吗, 有问题,请他们把我抬走,我现在要暂时坐在这里冷静一下,OK,他们有问题,找人来把我抬走,好吗, 就是因为我们人少,就是因为我们人少,就没有这个第五个机会,就是因为我们人少, 所以你们中国好声音是选人多人少的,不是选人多的,对,是凭人多,是凭人多,就会有第二次机会, 不是选人数多的,不是选人数多的,对,原来如此,他88,88.3,你们最低分的是73, 那个人,那个人可以再比一次,我的88.3的不可以,你找一个人来解释给我听这个游戏规则, 。谢谢。 태夫人ã 百则出镇氏则 百则演唱全 don't wait to find one place for the price, 谢谢,谢谢,谢谢,谢谢。 走郭老师我们现场所有意识评和音乐ства屏论和 informationchip, 然后我们亲场哦重来让我们是因为 peak努力回来 It's really because of wszystkich 这虚似的我对不起有 stage,可以了。hello可以的可以了,可以了。 大哥老兄母猛拿上来,我后面可以开始 relationship with us something for a team. 怎么会干嘛等我呢,但是你们也住呢,我们的行 gad约形犯来得开 나중에我们就要开心了就会 BUCCI Eiban,是不是点能不能给我们的这样子,不可以? 当然你们会所有都剪掉 当然你们什么都会剪掉啦 我说的是事实 你们当然都会剪掉 我当然知道 这个叫做不公平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不要碰我不要碰我 别人都不要碰我 现在就是 大家都让我冷静 让我冷静好不好 刚刚把我的学员要赶走 为什么 为什么